过年食材放满台面 年节倒数市场买气夯 不少传统市场被挤得水泄不通 过年民众爱吃的腊肉腊肠 不受大陆非洲猪瘟冲击 买气不减 过年买气热但年节采买 价格波动少不了 猪肉价格小幅上涨 跟上周相比 每公斤上涨到71元 涨幅约3% 鸡肉鱼肉也跟着涨 过年必吃象征吉祥昌韵的白昌鱼 跟上周相比 足足涨了239% 吓一跳 台湾现在物价怎么涨成这样 鱼一条要3000多块 应该贵给一两成有吧 过年肉菜采买夯 有元宝含义的水饺 里头馅料高丽菜也涨不少 比上周涨了约7% 菜贵也是这价 菜便宜也是这种价钱 波动也应该了 一年一次而已 过年食材需求多 价格纷纷上涨 消费者下手前可要多精打细算 除夕当天可能还会再涨一波 接下来传统市场会从初一休市到初五 但到2月10号初六才开市 准备年菜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 欢迎新闻 张浅东 陈淑曼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